哈喽大家好,我是昂道 我是昂花 好久没有录直不直啦 上一次呢,我们去了三家完全不同的年夜饭 这次呢,我们去了三家价位完全不同的蛋炒饭 最便宜的呢,只要六块钱一通的高丁哥 然而最贵的,竟然只有蛋白炒饭 还是老样子,大家不要忘了 关注转发这条视频 我们会在所有的关注转发里,抽一个66送给你哦 蛋炒饭呢,最为最简单的料理 也是最能体现厨艺的料理 蛋炒饭,Let's go! 所以第一家呢,一定是路边的蛋炒饭 就是这种路边炭 这种地方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有那种香气 很诱人的香味 但是真的不知道六块钱好不好吃 我们今天要去哪一家? 今天要去这家 这个呢,就是六块钱的街边蛋炒饭 那个阿姨据说已经做了好多好年就街坊 周边的人都认识她 都会去她那边吃大排档 夜排档叫什么? 是不是叫大排档的? 小推车啊 啊,还是蛮香的 就是文味道还是蛮香的 我跟她,那个老板娘和她就剁 剁那个米,那个铲子汤汤汤汤汤汤 肯定能治饱 然后里面还有蛋,里面还有青菜,还有酸豆角 很好吃,很香 就是唯一天外出租的地方 就有那么一点油腻 因为我妈做的蛋炒饭好吃多了 是 这么多年来我吃的都是假蛋炒饭 最主要的声音应该是法式的 所以就很好奇 法式跟中式结合在一起 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我们终于吃到了上海Top5的蛋炒饭 这里面有什么,有鱼籽 鱼籽,培根,生牛肉炒熟了以后 但是还是,洋葱,酸豆角,还有就是里面有好多东西 吃之前是不是要拌匀 对,拌匀以后 你会发现每一粒米饭上都会抱着几颗鱼籽 你养下去的每一口都感觉鱼籽像蛋猪一样在嘴巴里面爆开 有没有 我不知道说什么了,太好吃了 你吃过这样子小饭吗 吃到嘴里是鱼籽爆开带着米饭那种感觉 跟第一肉比起来,我感觉最大的区别是它的米 这个的米虽然说像中逗这样子吃,它还是黏起来的 但其实你入口之后感觉还是粒粒分明的 没有那么的油腻,真的很棒,很棒 我们终于找到这第三家超级奢华的蛋炒饭 就在这栋楼的五十三层 但是真的不知道它味道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快去尝尝看吧 等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最大的蛋炒饭是多少千克 我输的人会怎么样 用这个是蛋炒饭 我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呢 我们就两千千克 两千千克,我的答案 那我就940千克了 940千克 为什么就小了呢 更接近答案的是张豆 正确答案是4192千克 就是一近了,我就感觉这个餐厅好不一样 跟我之前吃的也都好不一样 这叫高端大起上海 我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 我还有一个高高的 你看这边 好美啊,就真的好美啊 它是瑶柱蛋白炒饭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家炒饭 是用蛋白炒的 你看它,里面是没有一滴蛋黄的 因为蛋白的有这个 拿出你的道具吧 哈哈哈哈哈哈 咬住,就是干贝 咬住就是干贝 它是用干的咬住 也很鲜 炸过了,好特殊啊 这感觉 吃完这盆炒饭呢 就是感觉一种淡淡的海鲜窝在里面 就没有很难 就像一颗蛋,要去健身 想要全身的蛋黄 使留下蛋白 对,就是感觉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蛋正 不是那种中法味道 味道 味道 路边炭呢,是我吃过最最最香的一家 就是那个味啊 就迎面而来 但是就是有点油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 第二家真的真的真的 是我吃过最最最好吃的蛋炒饭 因为它弄鱼子,真的好棒 就是和饭粘在一起 我现在眼睛一闭 你都能想象它是在我嘴巴里爆开的感觉 对,然后第三家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蛋白跟炒饭还是不是很配的 就是我感觉 说实话 说实话 我感觉蛋黄 就是普通的蛋炒饭 比蛋白炒饭 要好吃那么一点 就是蛋白健康 但是蛋白健康 但是我就是感觉它少了那么点味 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 一张豆专花 拜拜 拜拜